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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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嘿 究竟是什么我可不知道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的右先生最喜歡的 可還是人偶 雨池哥 你在吹什麼曲子聽起來好悲傷哦 夢裡見的 其實只有這一段 嗯 還有事 沒 雨池哥 你怎麼了 沒事 只是在思考一些事情 好 嗯 人都到哪去了 為何會有正法波動 這是怎麼回事 你娘勒 大師果然說的沒錯 你就是妖怪 害人的妖怪 我哪裡害到你們 我來自我的幫 怎麼阻止瘟疫 你先出原先 還想狡辯 我今天夠了幫手 你就老是造詩吧 住手 即便他是妖 要把你們治 這是瘟疫 走出實情吧 你們只能如此待到 小子你讓這個妖魔一辜火了 那這個我來說 這瘟疫就是這個妖魔帶來的 你們這些人張口閉口叫人家妖魔 但你的妖魔有什麼區別都分不清楚 腰是森林 和人別無二字的森林 只不過勾了個角 我會多條手罷了 魔尾的形態 萬物皆可為魔 一旦心思踏上的邪路 便是露魔 木人魔 我看有沒有像這個樣子 倒是去人魔 欸 圈啊 這小小頭啊 理你還意思 咱們說不過他 但你求他那樣的招惡 羨慕得很 說我唱 他也是個妖怪 啊 我啊 說得對 喂 舉個後身 要不要讓你開 要嗎 可就連你們一起收拾 嗯 你來試試看 這位 這是迷城鎮 我許得全城關就才能破解 在下結證這回就看有沒有迴懷了 對呀 這句純明受他人蠱惑 而並非心情如此 還去助我以前我不要下殺手 好 勞 勞命啊 剛才不是挺兇的嗎 繼續啊 出魔啊 是阿姨妹 阿魂家 阿有眼無辱 阿就為他要 為我大仙 把我們這邊卑微扯明一條山路吧 你們方才頻頻提起的那名大師是誰 這 我們在九千萬一個客廠遇上一件道士 一身定男殘袍遮眼惜貌 諸位大仙去的就得認出來 九千成萬 你說那道士 隔著腰間罪著篡錢 七大六小有金有銀 童子一枚 統開六段 這倒是沒見過 不過的確那個人走路有點叮叮噹噹的碰撞聲 酒鬼殘食你認識那人 希望 不認識吧 什麼希望不認識 好 救命救命啊 村子外峽谷裡都是火死人 要是闖進村子裡 整個村就完了 謝謝 謝謝 謝謝說哈 諸位 我是長城客廠的人 冒昧前來一手疑似相求 當初無妨 是這樣的 最近這個房間有些不理於地下的有言蜚語 言皇帝地下不仁 招來天譴 至於那天譴 便是前些十日 屍鬼功成一事 胡言亂語 會不會是有人操縱那些屍鬼 虐俠所的事 但房間人卻不會這麼想 這樣下去對地下名聲不利 世人之寡難讀 你想我們怎麼幫忙 目前探紙回報 那火人就纏在潘家水 諸位可以一眼前往鄉主 這 哦這個是那個 這一個 藏書格這些事件 只有在事件 主位 我燙 只要發現村內有地道可以沿路地下暗河 一旦 那些人逃進錯綜複雜的地下暗河 便難在抓擋 放心 我們不會拿拿有時間逃 那此事會交給你們了 我又回頭去部署 對了 可記得留個活口 我這還有話要問 欸什麼人 不要那麼緊張 我們就來聽聽最近的 匪奸傳聞 不好 是那老徒子人 快跑 這一個人 應該是那火人的頭頭了 一不小心打贏了過去 待會交給那位老子吧 今天你的知識 還要多謝主位 不不必客氣 倒是你這耳聰莫名 今後若你有江湖消息 好慌智慧我們一聲 玉池少下 一句話 老球一定幫忙 人都帶走 玉池哥 你說這潘家村下 那錯綜複雜地下 岸河通道 萬拉爾啊 誰知道 其實你就想去看看吧 沒 知識者玉池哥也 有時間我們就過去看看 不過這回合不知道怎麼回事 這還是等有出一些路線 再去微妙 不然 胖斯會迷路 欸 想不能過去哦 我記得 要一段時間才能過去 好 甘陀斯為何如此荒涼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時過境天 物是人非 不說大師 我們此行是 諸行無常 諸漏皆苦 你已頓入空門 此人 怎知不知世人之苦 你怎知我不知世人之苦 你怎知我不知世人之苦 好 好 嗯 平生一生為情說苦 這邊開始有問答了 哈哈哈哈為情苦 什麼聲音悶悶的 哦有有有後面也有 我那邊超麻煩的 如果我們不選對很難打 這邊要選什麼我已經忘記了 選二 若不知會與他 他怎知你心意 我們早已心意相通 我當初就選這個我傻眼 可是為什麼 他說我們心意相通 然後卻 嘴炮直接破防 名人啊 我就不懂啊 他都說我們心意相通 為什麼還會這樣防 因為心虛哦 哦原來這樣子心虛哦 手給是內 哎 哎 原來你心虛得死 啊對哦 他不更新 哎呀忘記了 見識裡面 見識裡面 神魔共死破 哦沒說出嘴都不算 哦原來是這麼認為的 的 神魔共死破 哦 啊 卻只見他的坟營 是他們逼死了他 就因為他愛上了一個害人 我要殺光這些嘻沙狗 但當年一是你先離了他 只身返回宋定尋那榮華富貴 我該說什麼 過去之事驚人何辜 心下狗彈何無辜 欸這個是提升還是 吃 噢 原來如此 吃完不吃硬欸 只能見其召奸賊購賞而不救 自古效忠尚且兩男拳 何況情緣 我該如何勸說骷髏書生 骷髏書生 只不過是你的藉口 等一下喔 這其實是你的選擇 阿 還真的欸 如我所料 如我所料 我跟你們講 我跟你們講 你們要挑戰困難的話 都要選錯啊 呵呵 好啦可以了打完了 在那邊 再來建 我第一次也是選選錯啊 欸等一下他沒死 欸? 我第一次選選錯啊 呵呵呵 我第一次網上也是選選錯 好,贏了 諸法無我,涅槃寂靜,阿彌陀佛 我知你們來意 只是兩張五方頓符便與施主 大師,我…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阿彌陀佛 你把那書生的魂弄哪兒去了 阿彌陀佛 原來是施主 六道輪迴之內 自然有他的去處 總好過不生不死 嘿,你這人倒有趣 是,你當年遭靈池而死 我以施還之法復活了你 你這會兒大怨氣我來了 當年施主便不該復活老衲 你這麼說 倒顯得是我多管閒事了 和尚,我來就問你一事 方才來找你的那小子 是那雜毛將軍的故人之子 老衲 老衲不知 那便是故人之子啊 人哪,真有意思 你這諸漏皆苦 倒是我的恰到好處 那人會山河圖地賣暗馬 忘該宋之王氣 自己的孩兒 卻在順應天意的十輪功中長大 妙哉 妙哉啊 哦,終於開一個新技能了 咳咳 咳咳 本軍刻成這樣 你們竟然都沒有人打理本軍 哎呀,求此理,求此理 你病啦 快快,一隻哥,點火,加鍋 終於可以吃了 你,你 去去去去去 你們就沒發現 本大仙給你們在王鼎裡 備好了製成飾品的材料 快看王鼎去 架什麼鍋呢真是的 咳,好失望啊 怎麼辦 王鼎,鼎,鼎也是鍋啊 小不點兒,要煮還是要蒸都先等等啊 你不是還想著提升自身的屬性 先許飾品能有妙用也不一定 先去看看 咳,太好了 一致就來研究了 零四圖可以在三盒子中的商店獲得 根據零四圖收集材料可以煉化身 煉化機身各個部位所需不同的飾品 好,我們先隨便用一個 這個是幾品的飾品 也就是說要有那個 這個 哦,要有圖才可以做 那跟忍者必須死差不多 要有圖才能做 OK 然後這是衣著部分 好,衣著的部分 那給冰妮穿 這個 然後這些飾品 诶,飾品 飾品還可以提升等級嗎 好像不行對不對 雨夕,我問你一件事 你都不想說都不說 那別騙我 你怎麼了 雨夕 是不是明清心法對你而言 你在胡思亂想什麼呢 雨夕 時間不早 早點休息 雨,雨姐姐 一一扣到牆上有點事 你是想起那鬼書聲提起的定情之物 是啊 雨姐姐可還記得我們幫忙找佐治的女 女子嗎 記得的 我因為是自己忘了 那天鬼書聲提起 至少又慌了 想起那天的事 現在是天燈勇哥 又是錯過 你們在說什麼 提起話呢 焦頭雞了 沒雨子哥 我們做我們的話 你坐下來做什麼 雨姐姐 教訓他 你們入隊幻話就把人進去啊 看去上角子看看 有些事與之相關的 好 好啦我不想 我不想用 哎 好像找到你們了 啊 老丈 你找我們幹嘛 你們可是那傳聞 李劍路不平 英姿傻爽 天賦不凡的斬妖出謀殺人佐啊 沒這名號不錯 你有什麼事 說來聽聽 哎 你先聽著 我這就說來 可是可以從我爺爺被開始說起來 那是百二十年 我爺爺那 被隔壁村的潘家村村村長 為了復活一個女孩子 這怪人打了個交呀 那村子這樣一處放遺物的山洞 借給那個怪人 之後就要發生什麼事 果然那女孩子也死了 那講明皇當英吧 所以啊那山洞都百廢七百年 那這兩年那山洞裡卻有了個身影 有人站著大人去看著鹽 就看見那麼大的屍體 鬼迫死亡了 這是鬼迫死亡 哎我就不知道啊 我是聽說你們出過這種敘事 這才找你們求你們幫忙 那山洞啊 沿著潘家村地下暗河才能到 潘家村地下暗河 難不成那些油煙蜚語之後的真凶 其實成了那處 好心事見 走 又是這山洞 最後有個巨屍啊 我們進去看看 沒?真的還有屍鬼 先消滅屍鬼再說 於是 我一晚都覺得有些奇怪 總覺得鬼迫失望和屍鬼 屍鬼是不同的 作為同時遇見 就更覺得果然是這樣 我沒有看到鬼迫失望啊 你這麼一說 要提醒了我 似乎真的是這樣 有還以為屍鬼就是傳送中迷惶 想造人偶 沒? 一一倒覺得 無所見的屍鬼 不像是被人所造出來的啊 怎麼總有不長眼的人撞上來啊 真是 找死來了 你第一天體力增多 第一天拿到這 最有趣怪簡單的 配你笑欸 怎麼可能 你們說 兔女到底是不是知道我們要支兩張斧的 到底怎麼知道我們要支兩張斧 那就不說 所以不說囉 高真嘛 都是這樣的 說不說 就不說 那你這樣等於沒說啊 沒想到的 這個第一邁進 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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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小心 謹慎 我跟肉記一時一毫 請買 蛤 是誰 主委可是莫舉 莫舉門人 你忍自我等身份 算是送人所多吧 趕問主委 可是得一聲稱巨子的騎勞 莫舉巨子早已多年不限於事 尚同弟子或許可見 果非命中人 卻是不是 尚同非命 尚同之學 非命之學 我等都是莫舉三門之下 但所學流派各不相同 其間種種太過複雜 便不與主委多說了 既然如此 那是打擾主委 我等就去離開 不會再打擾主委 等等 嗯 既然相遇 不是主委可否 我左翼比翼子里 在地零 麥爾激盪 引來了不少精怪 不過這些精怪流入了周遭存著 怕是引起過患 我等著在抑制激盪 但仗義之處頗多 不知這位可否施以援手 既是相遇 也是緣分吧 這個忙 我們幫了 依.. 依者之前那瑕疵之言 這些尼脈 私以相克 屬相的術法 念當中能平息激盪 那就交給依依吧 不想亡死的話 就住手 何人 靈脈乃是天地經絡 攻擊萬物轉輪之能 釋盡一切 日起而生 終起而去 對著靈脈使用相克屬相的術法 對象又想用拳頭 騎摧大地一般愚蠢 這樣說的反噬可不是凡人能承受的 不經思慮 必受其害 做事前多想一想 別讓他人成了棋子 他為什麼要這麼說 靈脈中彭埔的力量 在反噬使會奪去你們的生命 但同時 原來你們的躯殼 變成不可過得的材料 這材料 難不成還要用人的躯殼 來製作 寄託 這怎麼 石熊 虎姐 你終究還是走這條路 緩顧人倫 以忤逆時虛之法 裝一點天地 哼 你還不如那些上頭的瘋子 我跟你說了千十百次 非命之學尚從天地 可你卻還是做出這般的姿勢 看了晚後 我沒法再農你了 或者說 非命 沒法再農你了 哼 沒想到還是到了這一步 你以為我一直躲著你是因為怕你嗎 你不過 比我少入門養日 實力有人差得了什麼 我只練著多年之情 不想傷你的性命罷了 若不是你這個迂腐之輩一面的奉行者 所謂的傳承 我學門又怎麼會摔入之詞 今日 我便朱殺了你 讓我非命之門重新 人還真多 主尉 他們人士眾多 我等不以硬 硬漢 我可以以機關之法制服他們 但卻借地面來之力 還卻你占據那山處靈漫 激乱之處 好 要站完那個山處地面就可以了 沒想到幾位年紀輕輕 兄弟 敬禦 敬禦也如此靜靜 好 贏了 哼 這小子淘寶的本事 都是進步了不少 前輩 因為要說道謝的話 大可不平 我並非為你而等而來 只是恰好罷了 前輩雖 並非是為我而等而來 但畢竟就像我們生命 這聲線還是要說的 此分為先生所救 也是結大善緣 讓他使人 在江湖 再會 終將歸還此分恩情 你們幾個小傢伙倒是有趣 可惜 我非命之學 可不盡什麼緣分 莫門緣尤 言以非命 行游千年 求行天地之力 和出行者中 路見系 終始孤入 我本以為莫爵 只是一激光玄門 沒想到其間還有這樣的有趣之人 沒有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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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是在搞什么 狮鬼打算进城池去 管他们什么意图 快阻止他们啦 有人指使吧 难道完颜恋的孙子到这来了不成 没啊 这些西侠变化真是不客气 咦 咱们去进城 隐喻相助的 咦姐姐你还好吗 嗯 怎么了 看你眉头都快 都快拧出水了 哦 刚才那些妖物不好对付 只怕以后 没 对付妖物嘛 总有办法的 咦姐姐 那个闷葫芦很有长进 依依是看在眼里的 依依 酒泉冰冻着倒也好 挡了玄冥教的人 说不准他们根本就没发现 磕盘在这儿 这 九泉冰封实属异常 玄冥教肯定注意到了 免 就是说 并非冰封阻碍了玄冥教 而是酒泉内发生了异变 这才让他们没法拿刻盘 想来应该是这样 我们要从此处拿到刻盘 想必不会太容易 比起酒泉的异变 我想更得防止 玄冥教的人坐收余力 因为他要利用你们去夺 夺科盘啊 你太多了吧 这边放依依不太好啊 这次放黑龙 现瑜在此 然后这样 如我所略 新鬼刻盘 又是一块 我 不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和我说话 你是谁 阿灵 你又怎么了 拿到刻盘我们就走 快 有人 谢谢你们 帮忙清空了这里 现在 出来吧 啊 军人 召唤出了优良 乖 去拦住他们 去拿刻盘吧 请遵记守之命 可恶 现在该怎么办 我必须保护他们才行 冰烛 快啊 血脉中的力量 快接出封印啊 去死吧 去死吧 呀 啊 嗯 你是 你为什么也参合到找刻盘的事情里 难道 你那儿的动荡和刻盘换成有关系 看来 你知道我是谁呀 既然这样 就把你的命 给我留下吧 果然厉害 幸好 燃烧血液的办法还奏效 不然这回可危险了 现在啊 宇智哥 宇姐姐 居然一一带你们离开这里吧 趁兵主的庇佑还在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地界的游击出来了 地界莫非 发生了什么 和这一百二十年的时机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哎呀 圣女 我以为 这段时间你不会再回来了 幽黄先生 我在问你话 回答我 哦 圣女果然是长大了呀 居然开始这么和我说话了吗 先生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想要什么 你告诉我 我 替我拿回来吗 如果我说 我要星鬼刻盘呢 哼 你想要的 我自然都可以给你 先生 只要你哪日不再换我圣女 哪日你不称我幽黄 哪日我便能直呼你的名字 先生 你明知那不可能 在那个名字里 你已过完了一生 但我想要的是 是伴我长大的那个 幽黄 依依 是你把我们从九泉下大出来的 没 是啊 云姐姐 依依是不是很厉害啊 嗯 那依依 你是怎么办到的 依依也不知道呀 依依 依稀觉得 有人在帮依依 就像是降神似的 这样啊 女姐姐还有事吗 困了呢 没事 你好好休息吧 依依 我 嗯 女姐姐还想问什么呢 依依 这么久来 我都把你当妹妹了 妹 可可可防也 硬 硬 硬 先看看具体最近的科盘在哪吧 照水晶的显示 具体这有最近的科盘是在墨高窟 还是得往西走 墨高窟吗 还得往西走啊 墨高窟牵浮洞 估计给废些新师找了 于希 不动准者先到会在哪呢 找到科盘 大气给他就可以了吧 这 应该吧 没 应该 不动准者应该 呃 这边是语气的讲话 不动准者应该还在学域高原探查 等他的事情靠一段落了 应该要给我们传信 没 你们都不奇怪吗 既然科盘事关 听一下苍生 无动准者和灾女 去都去探查其他事情 这 应该也是和科盘有关吧 科盘 哼 信号师弟打造的东西 到底还关联着什么呢 关联 也是 科盘地卖法证 这个依依家乡的事情 有什么关联呢 要不要我我送你送我一把 我只能持之 说什么呢 做人要有自主对 快看看这个冰嫩婆 看在你是技巧式的份上 就教你一下怎么讨好你一下 看着点 OK OK 终于 新月 冰刃补开了 终于啊 好累哦 前辈 冰刃补是什么 嘿嘿 这可是本军所有之物 点开看看就知道了 看看 这是不是你的灵法环啊 记载在这上头啊 这可说明此物非同一般榜上有名 取义字万法归同环玉升天地 等等 这后头的新月环 是我娘的东西 你认识我娘 不然把这个记录在这冰刃谱上 啊 这这这 这就是个记载 都说了有名声的兵器都记着 也不是只有你娘才用这东西啊 这 于希别问他了 冰刃谱压根就不是他的 你看上头这印这么大两个字 莫举 嘿嘿 别人送本军的 当然就是本军的了 本军当年游历江湖认识了个小兄弟 叫叫 叫 莫莫莫什么都记不清了 他一手绝活 制作激阔 打造冰刃无所不能 可比你脚子强 嘿嘿 这冰刃谱 就是他当年喝多了以后送我的 说是天下神兵精断之法 接收期间 接收期间 那这后头的内容 是在表示这灵法环 能锻造升级 可不是 嘿看看这儿 我出去溜达的时候 顺手摸来的这图纸 这是锻造需要的材料 对 二者皆有 你才能打造出新月环 嘿 本军今日就送佛送到西 把这摸到的老十字材料 也给你添上 快去试试吧 给灵花 要有材料 给灵花 原来还要用到紫金网顶 星月光滑淬炼后 这灵环上木灰长聚 果真是如其名般 星月环 快 于希 你来试试 施展术法也更加清明了 这灵环似乎 嘿嘿 你也发现了 我方才锻炼之时便发现 灵环锻造后 还附加了一些其他的效果 冰刃谱上称之为特性 冰刃的图只要去三盒子 去搜索才找得到 然后只要花钱 可能只要花钱 因为后面还不知道 花钱就可以断到新的冰刃 然后新的冰刃会有治疗效果 所以人解的话就要赶快去解 因为当初第一次玩的时候 忘记这件事情 诶我很好奇哦 这个图子都是随机的对不对 ok随机的 可是这是急诶 这上拿到绝会比较好 胜望 哦 ok好